如果有机会改变一件事情 你愿意改变什么 人们总有些后悔的事情 希望让以前发生的事变得更满意 有这样一部电影 它可以和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相媲美 豆瓣评分8.8 它叫蝴蝶效应 在介绍影片前 介绍一下什么叫蝴蝶效应 用通俗的比喻来说明 在南美洲亚马逊的一只蝴蝶 生动几下翅膀 在几周后的德克萨斯州 将引起一场龙卷风 表示细微的变动 引来大的连锁反应 影片开头 房间外的守卫在到处搜查 房间内一个男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下一行字 如果我能回到这一切的开端 我就有可能挽救他 时间回到13年前 男主和他母亲一块生活 当天是家长日 母亲还要工作 只能送他到学校 而他的父亲被冠在精神病院 当母亲送男主到学校 男主的老师告诉他 男主有些惊人的行为 他画了一幅凶杀的画 不仅如此 当老师问男主 为什么画这幅画时 男主却不记得 他曾画过这幅画 这些反常行为 让母亲非常担心 于是 他带男主来看心理医生 从医生口中我们知道 男主的父亲 也有类似失忆的现象 医生建议 可以通过记日记 帮助恢复记忆 日记则变成电影的重要线索 男主虽然记日记 但仍然反常 男主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接下来 由于母亲要工作 拜托邻居照看男主 人居家的女儿叫小美 她的弟弟叫小壮 镜头一转 男主和小美赤裸地在地下室 旁边的小美目光呆滞 而为什么在这儿 男主什么也不知道 仿佛又失忆了 另一边 医生发现 男主很正常 猜测 是不是男主太想父亲 压力太大造成的失忆 母亲一想 有可能 他总吵着要见父亲 于是 男主和母亲来到精神病院 起初 非常正常 突然 因为保安 用力过猛 父亲被打死 当男主伤心时 小美总能给他温暖 一转眼 时间来到六年后 男主他们找到一根雷管 为了防止小胖告状 小状让最胆小的小胖 放到形象 男主捂住小美的耳朵 正当他们鞠筋回神看着时 突然 他们在树林里奔跑 男主被绊倒 小胖瘫倒在地 男主则根本不记得 刚才发生了什么 男主母亲赶来 并问男主发生了什么 而男主根本什么也不记得 男主将这些事 记到日记里 偶然间 他发现爷爷也患有精神病 男主母亲带男主 再次找到医生 想让男主记起 发生了什么 催眠中 男主只能记住一辆红色机车 继续回忆 就变得异常痛苦 鼻子流血 不得已 催眠中断 当男主提起请相 小状非常暴躁 警告他不要再提 这一幕被小状看见 小状有护解倾向 顿时暴怒 将旁边的人暴走一顿 警告男主小心点 小胖子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他放的炸药 受到刺激 那件事后 他被送到精神病院 刚刚出院 男主和小美找小胖散心 他们走到荒废的停车场 看到前面怎么有烟 上前查看 发现小状要杀男主的狗 报复男主动他姐姐 由于男主太菜 两下便被打倒 小胖偷偷从侧面迂回 想救出小狗 突然 男主再次失忆 当他醒来 发现狗被烧死 小胖呆呆地站在旁边 仿佛受到了刺激 经过这一系列事 男主母亲确定搬走 小美赶来道别 匆忙间 男主在纸上写下 我会回来找你的 恭喜看到这 因为前面的事 为后面的事交代背景 精彩才开始 又一转眼 来到七年之后 男主并没有回去找小美 他已经成为一名 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还专攻脑科学 不仅这样 七年来 他没再失忆 为了庆祝 男主没再失忆 他和社友狂欢 充满魅力的男主 带妹子回宿舍 不经意间翻到以前的日记 他随便翻到一页 这一页写的是 小壮杀狗的那段 男主读了起来 突然周围环境变换 他来到那天 男主看到小壮威胁小胖 小壮向小狗下手 而这段 恰巧是男主丢掉的那段记忆 为了确认是不是真的 男主找到小胖 而小胖受那件事的刺激 变得沉默寡言 沉迷于航谋 而小胖说的话 让男主确信 那是真的 男主读出信箱的日记 画面一闪 男主来到现场 他看到一辆红车停下来 男主一不小心 被烟头烫伤 一名女人抱着婴儿下车 走向信箱 突然 信箱爆炸 他们慌忙跑开 小胖站在原地被吓梦了 当男主醒来 发现真有伤疤 男主和母亲吃饭 他们心情不错 男主谈到他的父亲 母亲说 男主和他很像 聪明 也会失忆 但男主再问 男主母亲 却不愿意再细说了 可能担心 男主变得和他父亲一样 他们吃完饭 闲来无事 来看手相 对方一看手相 颇为惊讶 男主母亲生气地 转身离开 男主追出去 安慰母亲 男主母亲 透露一则 男主不知道的信息 为了证明真实性 他找到七年未见的小美 小美在一家餐厅工作 见到男主 小美挺高兴 她的弟弟小壮 目前在骑修厂工作 小美从15岁 就离开父亲独自生活了 而男主却不合时宜地 提到当年的事 男主的问题 揭开了小美伤疤 男主心痛啊 但接下来的消息 让男主崩溃 他收到小壮的留言 小美和男主见面回家后 自杀了 男主到葬礼现场 偷偷在一旁看着 别人离开后 他将写有 我会回来找你的那张纸 放到棺木上 男主想到 既然能产生伤疤 能不能治愈伤疤呢 于是 他通过日记 来到在地下室那天 男主以小孩的身体 警告邻居 不要懂小美 邻居被吓到 答应了 下面迎来男主的第一次改变 男主醒来 脑子里记忆闪毁 而小美居然躺在他床上 男主察觉鼻子流血 也渐渐知道 他成为一名顽固子弟 而小美是他的女朋友 因为一点改变 影响了一系列事情 那天 男主警告邻居后 邻居当天就卖了摄像机 小美从此未受到父亲伤害 可能出于愧疚 男主对小美非常宠溺 为小美举办派对 但当他们身轻款款对峙时 男主的车被砸了 他们看到挂着的狗项圈 就知道 这是小壮干的 在辟阴处 小壮突然出现 这些年 小美父亲将对小美的惩罚 全转嫁到小壮身上 小壮对男主动手 一番打斗 男主占了上风 一想到那对母子 小胖 男主的狗 他越打越起劲 竟然将小壮打死了 因此 男主被送进监狱 而监狱里 有一些喜欢让人捡肥肃的家伙 男主就被盯上了 他让母亲找到日记带来 但母亲只带了两本 还被肥皂兄弟们撕碎 男主只抢到几页 为了摆脱困境 他需要帮忙 他注意到一名基督徒 男主对他说 自己是天使 并且可以证明 男主读起日记 他来到课堂上 画了一幅凶杀的画 还用钉子扎上双手 当他醒来 双手果然出现伤疤 基督徒深信不疑 俩人合作 男主拿到被抢走的日记 千军一发之际 再次进入记忆 他再次来到飞酒停车场 这次他要阻止小壮 男主拿起锋利的铁片 交给小胖 让他搁钻绳子 男主同时劝说小壮 让他全用轰利弊 放过他的狗 小壮答应放狗 但没想到 小胖理解错意思 将小壮杀了 男主醒来 再次流鼻血 母亲带他来检查 医生发现 他的脑组织神经 进行了重组 仿佛一下 在近40年记忆 男主离开 趁机拿到医生的门金卡 他找到被控制在床上的小胖 小胖杀掉小壮后 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男主看到痛苦的小壮 非常内疚 他决定改变这一切 他父亲和他一样会示意 那父亲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男主通过日记 来到和父亲见面那天 他想知道 怎么才能彻底改正这些事情 而父亲告诉他 根本不可能谁都不伤害 父亲担心男主 伤害到男主母亲 决定除掉男主 上次改变 不仅影响了小胖 还有小美 男主通过小美父亲 得知小美的住处 小美成了一名Porsetitude 这彻底刺激了男主 他快速地来到新乡那天 男主冲出来阻止那名女人 恰巧爆炸 当他醒来 看到旁边的小胖没事 心情不错 但他很快发现 他被炸残了 不仅如此 小胖和小美成了情侣 刚才还在他旁边黑羞 而小壮伤了大学 男主想和小美在一起 但发现小美心有所数 即便这样 习生自己 重拳朋友 也可以接受 他不想这样活着 决定结束 但被小壮救起 小壮带男主到医院 看望他母亲 男主赫然发现 因为他被炸伤 他母亲非常伤心 从那以后经常抽烟 患上肺癌 如他父亲担心的一样 他伤害到了他母亲 男主这可不能接受 他要改变这一切 他要毁掉那根雷管 他回到过去拿起刀 被他母亲发现 惊醒过来 他又来到邻居照看他的那天 他静止到银下室 找到雷管 被邻居发现 和邻居争抢时 雷管滚落 小美捡起 被炸死 男主因此被送进精神病院 他找到医生 想要日记 再次改变 但医生说 哪有什么日记 男主杀眼了 这可怎么办 但医生又提到 你父亲倒和你一样 经常要录像 男主受到启发 父亲可以通过录像改变 那他也可能可以 男主为母亲 找到以前的录像 于是发生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男主看着他出生那天的录像 在出生前 用旗带将自己解决掉 可能他不来到这个世界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而这是他母亲第三次流产 掐两次原因可能一样 而一切仿佛也变得和谐美满 母亲改嫁 再次生了小孩 小胖也有幸福的童年 小壮成为优秀毕业生 小美遇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当然仅是其中一种结局 也是最悲惨的结局 还有另外三种结局 男主来到和小美 第一次见面那天 他眼力警告小美 让小美讨厌自己 从她的生活中离开 当男主和小美长大 他们偶然相遇 第二种结局 男主和小美擦肩而过 第三种结局 他们相遇 男主假装不认识小美 他和小美搭讪 两人开始认识 第四种结局 他们相遇 男主跟着相遇 不知道他就这样一直跟着 还是和小美认识了 我们总想改变一些 不满意的事情 但哪有如此完美的事呢 以前的事情无法改变 只有让未来精彩分成 好了我是密探 倘若你喜欢这个故事 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